台東旅遊望季期間 許多遊客都會搭船到綠島蘭嶼旅遊 台東縣政府12號也在富岡漁港做訪譯宣導 要求上船遊客保持社交距離 同時為乘客量體溫並禁止在船上飲食 我們會在港口還有火車站等等之類的地方 我們會有一個體溫的量測 然後我們會勸所有的遊客要戴口罩 當然上了這個交通工具之後 我們希望禁食禁止飲食 我想這幾點我們務必落實 縣府表示國內疫情感染範圍擴大 台東縣政府11號也緊急將防疫警戒 提升到第二級 也就是6月8號前取消舉辦室外超過500人 室內超過100人活動 而即將登場的熱氣球暖身活動 將採10名人數總量管制 而為了避免群聚 縣內所有學校也提高防疫等級 校園大型集會活動也全都暫緩 所以有一些大型的集會活動 包含我們縣內外的校外教學 畢業典禮 畢業旅行 格數露營還有游泳教學等等 還有體育交流 我們都原則上都先暫緩實施 縣府呼籲民眾避免出入人多擁擠場所 高感染傳播風險場域 民眾需依規定全程佩戴口罩 所有集會活動 應確保維持社交距離 未遵守規定 且勸導不聽者將嚴格開罰 原始新聞文章 台東市才能報導